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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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胆来说 我是最喜欢贵族之星的牌子 第一它非常多的型号 然后它的造工 甚至QC 其实都不错 所以我都有代购ACME系列 我自己也都用它211 和274B 但是去到一个范畴 什么范畴呢? 就是这个伏克西电的范畴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淋赖之音 《贵族之星》都有推出 伏克西电系列 有普通的WE300B 也有WE300B Plus 反而淋赖之音的 伏克西电300B 比起刚才那两种更便宜 但是我更加喜欢 淋赖之音的伏克西电300B 所以我亦都有代购 淋赖之音的伏克西电300B 之前有位朋友一次过 入了四队 他亦都要求四队 要同一个数值 我帮他订了回来 他很开心 每边用四支300B 就是他那个Monoblock 那订八支 四队的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 你如果QC不好 你真的可能有时但一支 有些雜声也好 数不够高也好 一定有时 你一次过订八支 一次过订八支 同一个数值也好 都没脱掉 即是说 其实淋赖之音 在伏克西电300B QC上面 其实也做得不错 那我为什么会喜欢他的声音呢? 因为也是比较有稳味 如果大家听过 可能有一种叫做老桂光 老桂光的300B 我之前也有用的 啡了灰瓶 那一支都挺好味 不过分析力 就欠缝一点 反而淋赖的伏克西电300B 有老桂光的味道之外 那个分析力也是不错 比老桂光高一点 所以我都挺推荐 这个淋赖的伏克西电300B 之前我都有推荐过淋赖的7300BD 和274BD 味道和这个伏克西电是完全不同的 那两支是走高抗高清的路线 很阔的东西 反而这个伏克西电的密度 是会收回一点 集中一点 稳味型一点 一些东西慢一点 看看你自己喜欢的取向 那林赖之音伏克西电300B的结构 和贵族之星的结构都是差不多 大家都是用吊灯丝 然后都会看到是黑屏 在肉眼上 其实你是看不出太大的分别 那在声音上 我就比较喜欢 林赖之音 就多过贵族之星的伏克西电版本 林赖之音伏克西电300B的代购价是 4280元港币 那你有兴趣呢 去WhatsApp我 或者去连续也OK 有点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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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兴趣